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从长江之畔的村庄起步 一路穿西流 过江河 涉险滩 75年风雨兼程 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强军战歌 人民海军忠于党 航行渐行万里不迷航 75年来 海军官兵舍生忘死 忠诚使命 使致守卫祖国海江 进攻远海大洋 这里是海军某军港码头 在我身后 正在做出航准备的 就是被誉为深海铁拳的海军372潜艇 这支部队在2014年远海训练时 遭遇水下断崖危险 官兵们临危不惧 妥善处置 创造了我国乃至全世界前景史上的奇迹 这是一场模拟环境中的损管演练 在普通人连行走都颇为困难的狭小空间内 官兵们确定损坏部位 合力将险情一举排除 2014年 这艘潜艇曾遭遇水下断崖险情 海水密度并非均匀 当潜艇突然前行至低密度的海水层中时 会因浮力的骤然下降而迅速掉深 一旦潜艇跌落至极限深度 挺身会因无法承受巨大水压 而变形甚至破裂直至粉身碎骨 对潜艇兵来说 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遭遇 而当时的海军372潜艇官兵 仅用180秒时间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雾中 关闭近百个阀门 操作几十种仪器成功自救脱险 创造了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 只有具备舍生忘死的魄力 才能拥有战无不胜的能力 那次重大险情排除后 绝境逢生的372潜艇 毅然带伤挺进大洋 继续执行未完的任务 没有任何人讲说是 我不去 我不敢 我不行 这种话没有 大家都是默默的还在那里 平常一样 经历过那么一个生死大观之后 继续的默默的在前行 我觉得这就是对忠诚的一种 最好的一种诠释 对忠诚的一种诠释